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DSE2022年的Paper2第10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就說 Let H and K be real constant 而Such that 講明了 而導致發生甚麼事 就是HK是小於0 他就問我們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bout the graph of y 等於h-x 整個乘乎k-x are true 總共有三個選擇 做個擊破先看第一個 他就說 The Graph Open Upwork 即是圖像是開口向上的 究竟是否呢? 事不宜遲 拿單字出來先說 不如在這裡做 首先我不管所有選擇 他給了一個功能 不如先瞄一瞄 看看它是甚麼 好嗎? 他就有說的 就是說 這個Y 是等於h-x 就再乘回k-x 如果我們繼續拆散它 如無意外 或者我不要太迫 先拿一支綠色八 你給我 我自己就會四個箭咀 即是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即是鎖龍乘法四個箭咀 拆散它 如無意外 第一個箭咀 就會出H乘K 第二個箭咀 就是出正負得負 就是減HX 而第三個箭咀 就是負正負 就是減KX 而最後就負負得正 所以就是加X的二次 換句話來說 在這裡 我們心裡有數 即是整理好 首先是X二次 就會是X的二次 就這裡 X有這兩個 所以我抽起減 抽起X 其他東西 按照寫H加K 就放進褲湖裡 X 我們要重新檢查 馬上抽也會重新檢查 第一個箭咀出負H 接著是X 負HX 第二個箭咀出負正負 就是負K 然後這個 承進去就是負KX 這樣就還原到這個 最後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加 就是HK 就按照 為什麼我要這樣調位呢 不如我拿個鉛筆在旁邊 抹個算草給大家 希望你還記得 就是 如果我們發現 Y等於 AX二次加 BX加 C 這個是一個典型的拋物線 的樣子 行不行 在我律師也說過N次 OK 如果你發現 這個是一個拋物線的典型 那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拋物線 是一個向上開口 或者是向下開口的拋物線 那怎麼分它是向上 還是向下開口呢 不如我先拿一支灰光 灰光 灰光給你 是嗎 讓你溫習得更加 OK 它一定是一個拋物線 那究竟它是向上開口 還是向下開口 其實你看到哪裡 就是看這個 紅色的部分 對 就是這個A位 OK 讓你指著它給你看 我們就會在這個A位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如果A是大於0的話 希望你記得 如果A是大於0 那我就抹了 那其實你的拋物線 應該就會是開口向上 這樣拋上去 OK 那當然 情況二 如果就是開口向下的話 即是A是小於0的話 你的拋物線 就應該是開口向下 即是一個這樣的圖像 OK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會發現 第一個 第一個選擇 我們立刻可以判它死刑 或者判它 不是死刑的 生 你會發現 AX2次加BX B很明顯就是-H加K 再加C C就是HK A當然就是1 對吧 所以我都指著它 A很明顯就是1 看到嗎 這裡 OK 所以第一個選擇 都很明顯 應該就是 明顯地 A 因為是 大於1 A等於1 就是大於0 對吧 所以 那個明顯地 先寫英文 我們先看看 就是 the graph 就 opens upward 把這堆東西移過 少少 OK OK 中文同學 明顯地 圖像是 開口向上的 所以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選擇 就是 Is True 1 所以我會這樣說 1 就是正確 OK 就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正確 先打開 一打開 OK 第一個是正確的 好 第二個選擇 正確 他問我們 the graph has 2x intercept 是否有兩個 x 那麼我們怎樣找 x 逐節 不如我們在 這裏 說 好嗎 都放在這裏 好像比較好 不如我們在這裏說 就是第二個選擇 就是 就是說 for 這個 y 是等於0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到 x intercept 對應y 是等於0 如果對應y 是等於0 即是我們代入 y是等於0 即是這邊是0 即是這個 這個東西是0 所以就是 h -x 就 再乘回 k-x 就是等於0 而又呈現了一個狀況 就是兩個東西 乘回 等於0 可能這個是0 又或者這個是0 是不是 我退高多一格 都不要浪費 所以 即是 先轉一支筆 就是h 再-x 就會等於0 或者 即是 k-x 就會等於0 而事實上 即是 換言之 h 就會等於 將-x 調到裡面 加x 即是等好在兩邊 切換寫的情況下 即是x 就會等於h 就是 就是 減x 調到裡面 加x等好在兩邊 切換寫的 即是x 是等於k 所以 我們心力有數 換言之 即是 現在的x intercept有兩個 中文同學等下 就是x 就是x inter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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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就是h 和k 所以 第二個 選擇 是正確的 OK 可以嗎 所以我們在這裡 記錄一下 先按一下 即是這個 也正確 至於第三個選擇 正確 它問我們什麼呢 就是 y intercept of the graph 是正確的 怎樣找個y intercept 其實最簡單 直接做法 第三個選擇 其實就是 x 是等於0 所以我們會這樣寫 就是 for x 是等於0 即是 中文同學 就對應於x 是等於0 不如最簡單 當x是0 我就按下去 y 都可以等於這 我們找個y 就知道y 就是多少 所以y 是等於 x 就是0 它的二次 再減 h 再加k 整個 再乘 X 就是0 再加hk 所以不難發現 其實前面 零了 零的二次是0 這個 對不對 然後這塊乘0 即是零了 再加hk 即是說這個是h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y intercept就是hk 而事實上 題目已經跟我們說了 那個hk是甚麼 能否留意到這個 不如我給你一個 highlight 好嗎 而你會發現 hk題目 早前已經說了 h乘k 是小於0 所以我們在這裡 會看到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小於0 所以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 換言之發生甚麼事 我退高一點 換言之 那個y intercept of the graph is negative 你說它是positive 是不是 中文的同學譯給你 換言之 那個y總值是負數 OK 其實你告訴我 是正數 那當然是錯 所以我就會回別人 就是第三個option is not true 所以第三個這個option 是錯的 那我就調整它 所以正確答案 都應該是1 and 2 only 1及2 就是正確答案 就是A OK嗎 好了 終於完成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特別問題 OK 好 這個就是詳細的問題 好 至於這個就是詳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了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